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航行有点起色 但是万民哥觉得可能还需要多等一等 但没有关系 我们平台所有老师都会很有耐心的 跟大家一起关心航行 一起陪伴大家 当然也是大家陪伴老师 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 这点非常的重要 今天有几条有趣的新闻 其实有些新闻是蛮无聊的 有些人是纯粹为了制造新闻来制造新闻的 但有些新闻的意义其实非同反响 需要大家细细的琢磨 第一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昨天 欧洲央行升息 这次升息其实非常的突然 因为之前万民哥记得前两个礼拜看到一篇报导 就是9月份欧洲央行不会升息了 因为利息已经很高了 如果再升的话 那可能对欧洲的经济特别的不利 大家都知道德国已经出现了 这个技术性的经济衰退 预估前年的衰退可能超过负0.3% 这是挺严重的一件事情 再升息下去的话 可能很多欧洲的企业都要倒闭了 可是欧洲央行昨天开完议席会议以后 拉加德宣布了继续升息0.25% 是连续10次升息 这个基准利率来到了4.5% 那这个升息是不是很怎么样呢 是很不愿意也很无奈的 那它是在两个因素之下促成它必须升息 第一个呢 油价似乎在年底之前还会持续的上扬 第二个呢 这个通货膨胀并没有明显的 获得了这个改善 这个压力还是非常的大 其实讲不好听的话 外民应该一直觉得 这一波欧洲的经济 会走的这个样子 其实是地缘政治的冲突 是欧洲人不愿意面对现实 脑子这个没办法开窍 那造成这个现象呢 怪不了别人 很多都是自作你也不可活 那欧洲央行升息其他的地方 或者央行会不会升息呢 全球主要的这个央行呢 就是中国的人行 日本的日本银行 然后再就是英国的英格兰银行 还有欧洲央行跟美联储 我们试着把这几个主要银行 他们这一波升息的这个路线图 拿出来跟大家做个对照 目前升息最凶猛的 当然是美联储 从去年三月以后 连续11次升息 现在的基准利率呢 来到了5.25%到5.5% 那日本央行呢 也可能最近会放弃负利率 这个就是所谓的 资利率曲线的控制方案 所谓的资利率曲线就是 日本央行发行 日本财政部发行的 十年期公债资利率 现在日本政府的做法是 这个只要超过0.5% 他就强力买回 那这个标准是不是会上调 或者整个放弃 那值得大家观察 那如果你要问外民哥的话 外民哥认为 这个美国可能还会升息 那这个原因很多啦 很多 那一般有几个 比较大家常讲的 就是第一个 这个通货膨胀压力很大 特别是最近 外民哥早上看了一下子 这个纽约纽交所的 这个西德州原油的 这个煤桶价格 已经突破了90块钱 这个布兰特原油呢 也超过了94 还是96块钱 反正都来到相对 这个近一年来的新高 这个通货膨胀 美国的这个汽油呢 煤加仑呢 也超过了3块美金 这个呢 都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那但是呢 升息归升息 但是不是表示 绝对的货币宽松政策呢 那就不一定了 其实很多如果大家注意的话 美国媒体都有报道 就是其实不需要再升息了 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 通货膨胀 虽然没有办法很快的 这个把它压下来 但也不至于这个持续恶化 也就是说过去呢 这个指引各国央行 这个升息不升息货币政策的 两个前瞻因素 第一个呢 是失业率不要超过6% 第二个呢 是通货膨胀率不要超过2% 那很多其实专家都认为啊 那个2%要放弃了 可以对于经济复苏的情况之下 可以对通货膨胀 给予更包容的态度 比如放宽到3%以上 都可以接受 那所以呢 这个如果一昧的 把这个所谓的前瞻指引 2%的通货膨胀率 当作一个这个对低标准的话 那可能呢会削足势旅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对经济 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连准会听不下去 那碰到这些问题呢 他也懒得跟你争辩 其实万民哥啊 也许是这个 这个以君子之心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啦 或者呢 这个对很多事情呢 这个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 万民哥认为啊 美国要持续升息啊 其实是要发动货币战争 并不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昨天啊 人行宣布啊 对啊 进一步的调降存款准备率 这个等于是进一步的 这个宽松货币政策 那欧洲央行进一步的升息 美国的联准会 如果继续升息的话 那就会造成什么现象 造成呢 这个我们跟欧洲 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利差扩大 利差扩大的话 会引导这个热钱 或者资金的流向 就会有大量的资金呢 流到美国 流到欧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呢 A股啊 那个北上资金啊 持续在卖 那个卖不见得是 这个国际的热钱 甚至于有很多是包括 国内的机构啊 或者有钱人啊 他们用这种方式呢 把钱弄出去啊 那这个是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大家 不看好人民币啊 资金外流的结果 当然呢 就会影响到 国内的经济复苏啊 这就是人家讲的嘛 美国人呢 透过升息 还有货币政策的调整呢 要割别人 辱别人的羊毛啦 那就是 这是看上了中国 所以升息目的 其实不是打通膨 是要吸引 逼死 中国内部的资金呢 外流 打击中国经济的复苏 这个才是重点 这是万民哥自己的解读了 这个赞同 冰点 大家好 这个甜蜜 谢谢 甜蜜升级啊 恭喜恭喜啊 这个请你们持续跟我们这个 支持我们 袁孟 张勇 这些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是万民哥 对于美联储升息的基本看法 所以 这个9月份 美联储会不会升息呢 现在大家都认为不会啊 那谁知道呢 对不对 没有拍板定案之前 都还很能讲 认为美联储明年可能会降息 那谁知道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件事情 看什么事情呢 升息是不是代表货币的紧缩 因为货币紧缩政策有两个观察的指标 第一个呢 就是利息 利息越高的话 表示呢 货币政策收缩的这个月景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 就是货币的供给量 那供给越多的话 当然货币越快松 其实美联储现在的做法是升息 但是 并不做货币的紧缩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货币的供给呢 还是保持相对的宽松 只不过要取得这些资金的成本增加了 这个万民哥跟大家看看啊 这个美联储最新的报告到2023年 2023年7月份 美国M2啊 广义货币发行量 大概是在20.9万亿 最高的时候呢 是2021年10月 是22万亿 也就是说这一波升息下来 其实美国人 在做货币收缩紧缩的过程中呢 对不对 他缩表的速度 其实是相对缓慢的 升息 连续升息11次 从0%到0.25%升息到5.25%到5% 速度非常快 非常的这个 我们看这张图 万民哥刚刚看的啊 这个跟大家说展现出来 是历年来升息速度最快的一次升息 但是呢 货币的供给调整啊 还是相对比较这个缓慢的啊 比如说最宽松的时候呢 是在2021年2月份的时候 当时M0货币供给量呢 是6.32万亿啊 但是呢 到最新2023年7月份呢 货币供给量呢 是5.317万亿啊 其实下5.519万亿啊 其实下降的并不多啊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 虽然呢 对不对啊 利息深了 但是呢 该给的钱 我还是继续给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美联储啊 对于货币的供给呢 有做过好几度的这个调整啊 最紧说的时候呢 是在2022年11月啊 那个时候呢 M0的供给率呢 供给量呢 是5.33万亿啊 但是后来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 发生矽股银行危机啦 美国第一共和额银行倒闭啊 等等的这些 这个 这个 这个银行危机以后呢 美联储 又开始增加货币的供给量啊 最明显的就是 透过 所谓临时性的 这个抵押融资方案 提供给 一些资金或者调度相对周转 比较有困难的银行 充分的资金保障啊 这就是一种宽松政策嘛 这个基本上你就可以发现出来 为什么 美国的 美国的股市到现在呢 还没有大幅的修正 就很大的一部分呢 对不对 虽然利息高了 但是 想要的钱 基本上都还可以拿到 大家都知道 货币供给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M0 我们现在所类取的这个数字 M0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市场上流动的这些现金 那接下来呢 就是M1 M1呢 就是 这个 M0 就是市场上流动的现金呢 加上企业的存款 叫做M1 那大家知道最多的呢 就是M2 就是广义的货币发行量 那就是M0加M1 就是再加上 再加上什么呢 这个居民的活期存款 居民的定期存款 还有其他的存款 那就是M2 M2呢 那美国现在是保持了20.9万亿以上的规模 这个规模呢 对不对 还是新冠疫情以来相对的高档 相对的高档 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后 其实美联储啊 对不对 还经过一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宽松 大量的这个提供 美国的企业或个人消费所需要的资金 所以整个来讲 美国并没有像大家所讲的 采取这个激烈的这个紧缩政策 这个紧缩政策反映在货币 反映在利息 反映在升息 但是货币供给上看不出明显的紧缩 这是大概现在的一个状况 而升息的目的呢 其实不是为了别的原因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为了货币战争 为了拉高美国跟中国的息差 吸引中国的流动性的资金流向美国 因为它如果真正要抗通膨 要做紧缩的话 那不但要升息 而且要快速的收缩货币的供给量 那这一点我们看不出来 这是万民哥的看法 所以你说接下来会不会升息呢 这个升息不升息 其实跟通货膨胀或者抗通膨 没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呢 基于货币或者金融战争的需要的话 万民哥是认为还是有可能在升息的 大家不要把这个 美国好像这个升息升那么高 不会再升息这个事情 视为理所当然 就像是这一次欧洲央行升息 有点这个出人一表 那第二条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 最近这个印尼的高铁通车 这个印尼的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真正的高铁 时速超过350公里 那这个斜石的地段呢 刚好是雅加达到万隆这个地方 全长140公里 所以这个媒体上都称为 它叫做雅万高铁 这个雅就是雅加达印尼的首都 那万呢就是万隆 就是西爪哇的首府 就是万隆 那有效的呢 把两地交通的时间呢 缩短了三个小时 那这个事情呢 对不对 在印尼内部来讲 是举国欢腾 因为他们这个取得了 这个东南亚真正意义上的 所谓高速铁路 这个中国跟老沃之间呢 也有一条铁路 就中老铁路 也有人称它是这个高速铁路 那严格讲那就是动车 它的行驶速度呢 大概是200多公里 跟这个呢 还有100多公里的这个差距 那印尼的很高兴 我们一个替大家看了一张 弄了一张照片 这照片呢 就是印尼的总统 左柯呢 对不对 亲自事成 而且宣布11月1号开始呢 正式提供收费服务 之前呢都是试运行 然后呢给大家试成 这个这个印尼很高兴 但是这个印尼总统左柯 它有个目的 就是完成所谓真正规划中的 印尼高铁 从雅加达经过万农 最后呢再到试水 全长呢是730公里 那现在呢 基本上呢只完成了五分之一 还有百分之八十 五分之四没有完成 这个时候呢 印尼总统再次向日本喊话 希望呢日本能参与 万农到试水 剩下来这些铁 这些高铁路段的施工 那印尼政府所打的 这个如意算盘呢 是这个能跟中国日本同时合作 也就是说呢 印尼的高铁呢 应该建立在 中日印尼之间的三边合作之上 所以呢 印尼的这个媒体呢 就就就就就就 性质勃勃的跑去日本 采访了一个日本公共事务大臣 顺田春树 问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PPT 这个戴个眼镜的 这个小日本 就叫做顺田春树 那顺田春树 接受雅加达这个日报 访问的时候啊 就说 这个中国啊 盖了这个高铁啊 是中国跟印尼之间的 一个合作的成果啊 我们日本人呢 对这个事情呢 没有什么特定的看法 但是如果要继续呢 参与万龙到四十一段的话 那有问题了 因为日本的高铁 有日本高铁的标准 那中国有中国的标准 如果后面的这一段呢 日本人也要参与的话 那这个高铁将来出了事情以后 谁来负责啊 所以呢 日本呢 为了保护自己 日本高铁的声望 跟品牌 跟荣誉呢 这个 嗯 对这个事情呢 嗯 还要考虑考虑啊 基本上呢 就是给了印尼媒体一个软钉子啦 就是 我不要跟 这个中国一起 去淌这个浑水啊 嗯 这是日本人的看法啊 当然呢 反过来讲 这个日本呢 其实知道自己没有能耐 跟中国啊 这个拥有同样的 或者在一样的基础之下 帮印尼共同新建高铁啊 因为 不管是在列车的性能啊 或者呢 营造这个 建造的这个技术啊 或者成本的控制方面呢 日本高铁跟中国高铁啊 这个技术上面啊 其实 呃 是差距蛮大的啊 就套套去那个 华为的那个副董事长啊 于成东啊 啊 他讲的那个话啊 这个中国呢 遥遥领先啊 这个万民哥之前也在节目中 跟大家透露过嘛 这个 比较一下 日本现在五大高铁啊 什么东海道啊 什么西海道啊 北海道啊 这个最快的一条啊 啊 是最新的这个北海道 到现在呢 也不过是时速320公里左右 啊 那接下来呢 日本还有能力呢 新建更快的高铁 他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实际这个 这个经营的或者 新建的这个时机嘛 他也没办法检测 或者检验他的这种技术 那中国不一样啊 中国在国内造 在国外也在造 所以呢 这个新建铁路的技术呢 经验呢 不断的在累积 那日本呢 基本上已经处在什么 原地踏步的状态 是有这个问题的 那更重要的 就是施工期的控制 本来啊 印尼这个高铁啊 是在2015年就动过 当时啊 这个印尼的总统啊 左柯啊 他打得如意算盘 就是哎呀 你中国盖一段嘛 那你日本也盖一段嘛 啊 你们看看 这个盖起来 哪一段盖得好 哪一段盖得快 那我就跟哪一家合作 那结果呢 中国是2015年 就开始动工了 那中间碰到疫情 被迫延宕了三年 那日本呢 2015年本来也要动工的 后来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就没有动工了 就一直挂在那个地方 就没有动了 这个 这一次呢 亚万高铁通车呢 这个印尼官方呢 其实是给日本最后一个机会 你如果想要参与 东南亚高铁的新建的话 赶快利用这次机会 如果呢 你能帮印尼呢 新建高铁新建的过程中呢 取得一定的成果的话 你要争取泰国 或者东南亚其他地区 的这个高铁新建的话 你也许还有机会 那你如果放弃的话 可能以后在东南亚 就没得混了 因为现在 根据泛亚铁路的规范啊 这个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新加坡 包括泰国 包括老国 包括越南啊 可能都要陆陆续续的 这个展开高铁的新建 但是呢 日本过去这几年啊 这个在对外铁路事业的 新建过程中啊 其实屡遭挫折 比如说跟印度的啊 这个六年前就已经 这个签订的合约 到现在呢 本来应该前年就完成了 到现在呢 遥遥无期啊 我中国是遥遥领先 日本的是遥遥无期啊 那这个越南也是这样 2010年就开始展开 这个论证规划的这个 越南高铁呢 到现在呢 对不对 这个闻风未动 就是处于这样的状况 所以万民哥觉得啊 这个日本人啊 看到这个 亚万高铁的这个通车啊 就是有点 什么味道呢 就是吃葡萄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心理 认怂了 这个全世界第一个高铁 其实就出现在日本 就是现在日本的 这个 这个东京到大阪的这个 这条东海道 但是呢 那个时候就等于是 日本高铁的高光时刻了 从此以后呢 就没有再这个 有值得 这个称谕的这些称机了 这个比较遗憾的 那接下来呢 外面跟这个甜蜜的负担 谢谢大家 没有啦 外面跟没有博学啦 只是啊 这个对很多事情 稍微了解一点点啊 这个在稍微上节目之前呢 跟大家收集一些资料 做些整理而已啊 帮大家这个分享啊 或者进一步的深入啊 了解一些新闻的动向 接下来呢 是欧洲的这个问题的 这个欧洲现在最大的问题啊 一切都在乌克兰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近糖价涨得很凶 但是欧盟啊 现在就很挣扎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的甜菜 可能从九月份以后呢 就要大量的进入到欧洲欧盟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欧盟特别要求成员国之间 不要扩大甜菜的生产 那这个话题呢 主要是上个礼拜 在法国的这个农业部 在法国糖业巨头 资本家的这个要求之下呢 希望法国的农民 不要扩大这个甜菜的这个 种植面积 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法国的农民 欧洲农民想种甜菜呢 因为根据啊 这个彭博社的报导啊 现在糖价的成本啊 大幅的攀升 已经呢 这个超过欧盟过去的历史记录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种甜菜去制糖啊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买卖 大家都干农民啊 这个干农活 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 有赚钱的机会啊 农民都想啊 去尝点甜头啊 所以看到糖价的价格好啊 所以很多农民呢 都想去做去转做甜菜 我们知道这个蔗糖的主要来源啊 当然是这个 应该是砂糖的主要来源 第一个就是这个蔗糖 用甘蔗提炼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甜菜 那如果你把全球 砂糖供应量的原料 做个区分的话 甜菜的占比啊 大概只有蔗糖的八分之一 相对是比较小的 但是呢 在这个高纬度国家 他们所使用的糖啊 主要的来源就是甜菜 像这个中国过去啊 东北地区也有人种甜菜 但现在很少人种了 为什么 因为蔗糖这个慢慢慢慢 这个产能的扩大 包括国内自己都在种了 不需要再去依赖甜菜去制糖了 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这个蔗糖的成本啊 还是低于甜菜 但是欧洲有农业保护政策啊 它可以啊 这个无限制的从海外进口 但是呢 它基于照顾本国农民的 这种考虑呢 对吧 还是在欧洲呢 对于蔗糖这个摘种面积呢 做了一些总量方面的管制 这是每个国家农业政策 不一样的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 受到俄尼洛现象的影响啊 今年以来啊 这糖的价格算是一路飙升 而且啊 这个不是短时间啊 的一个现象 从这个2020年5月以后 一直到今年啊 糖价算是突破了历史记录 来到了每公斤0.26块美金 比新冠疫情最低的时候呢 足足涨了一倍 这个 对很多农民来讲的话 你这个时候不让他去种甜菜 不让他多赚点钱的话 他心里头其实 不太怎么好受的 所以 一场战争下来啊 所有的人都跟着付出代价 那这个欧洲国家 这个在俄乌冲突过程中的态度 将来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啊 其实很值得大家关心啊 时间拖得越长啊 外民哥觉得欧盟还能不能那样 是持续的去这个 当美国的硬生虫啊 去帮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那是非常令人揪心的啊 会友你好 谢谢啊 接下来跟大家再分享下一条新闻啊 这条新闻呢 其实 还比较有趣一点啊 就这两天呢 外民哥本来不想讲这个新闻的 就是欧盟支委会的 这个秘书长彭布莱恩啊 这个那天公开讲 要对这个欧盟呢 要对中国 销欧洲的新人员车 进行反请销调查 就是你有没有透过国家补贴呢 然后对欧洲进行清销 外民哥觉得啊 你要知道啊 有些话啊 就是跟空气一样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个上 这个早上的时候 余老师也讲了嘛 这个你要 对人家 这个实施 反请销的 这个所谓 制裁的话 那有一个前提 就是人家 对不对 在透过政府补贴 把自己本国的产品 用低价的方式 向本国市场请销 但这个情况 但是感觉在新人员车上 并不曾出现 第一个呢 中国车子真的很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啊 外民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在国内 我们就拿大众汽车 ID3 这个车子 是大众汽车销售最好的 这个电车 在国内卖十六万人民币 那在欧洲呢 卖将近四万欧元 大概三万九千欧元 三万九千欧元 三万九千欧元 也就是二十五六万人民币 这个结果啊 被德国的消费者知道以后 大骂大众汽车 为什么呢 德国人认为啊 大众汽车 是把德国啊 这个销售电动汽车的利润 拿去补贴中国市场 所以的中国市场的ID3呢 才会比德国市场的ID3呢 对不对 便宜这么多 价钱呢 对不对 差了百分之六七十 所以德国人觉得 事可忍孰不可忍啊 你这个大众汽车 吃力扒外到这种地步啊 虽然我们再在国内 电动车卖那么贵啊 这个海削老百姓 然后呢 把这些名子名高呢 拿去补贴中国市场啊 这是德国老百姓的看法 所以啊 红布莱恩这么一讲啊 这德国人就觉得很奇怪啊 哎 不是 不是大众汽车 都是把德国的这个利润 拿去补贴这个中国市场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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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中国去补贴啊 这个 他们的电动车 然后呢 对欧洲进行倾销呢 因为你不管是哪个品牌 特斯拉也好 大众汽车也好 比亚迪也好 在欧洲卖的价钱 都是国内价钱的高出 百分之六十 甚至于一倍以上 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跟人家去做 有没有什么补贴的调查 有意义吗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万民哥觉得 这个情况就很像 有很多人啊 家里养了一个小狗 怕这个 人家打扰他这些小狗 让小狗呢 对不对 这个 没办法好好的生活 享受快乐的这个时光 所以就会在门口挂一个 内有恶犬 为什么挂内有恶犬呢 因为如果外面人 不明就里的话 一看到人家主人 在门口挂了一个 内有恶犬的话 那经过的时候 都会轻身轻轻脚的走过去 怕被里面的狗发觉 那狗啊 这个跑出来咬人怎么办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呢 经过人家 养狗人家的这个门口的时候 放轻脚步 不进入到这个 养狗人家的这个 宠物狗的话 那可以让这个狗 相对的 不会乱吼乱叫 这个 也不会打扰大家的这个安宁 那主人呢 也可以相对的负担小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啊 内有恶犬这个牌子啊 其实就是唬人的 就像欧洲欧盟 这个宏布莱恩一样 他就是一条恶犬 其实他不是真正的欧犬 他可能就是一个北京狗 只会叫 不会咬人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欧盟国家 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 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就像是有的人 在门口挂的内有恶犬 这个牌子的道理一样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我这个解释不晓得大家 大家认不认同 对有人说很形象 对啊 是不是 我爱明哥跟大家看一个 这是国际媒体的这个统计 2023年7月份 7月份是最新的 8月份还没出来 这个全世界20款 最畅销的电动车 其中呢 有15款是中国的品牌 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 这20款里面 严格讲 有19款是中国的品牌 这个怎么讲了 这20款里面 只有排名第20的 大众汽车的 这个电动车 没有在中国生产 其他全部都在中国生产 比如说特斯拉的Model Y 这个7月份的时候 全球销售了7万7千多辆 我估计啊 保守估计至少有三万五千辆 是在中国生产 比如说排名第四的特斯拉Model 3 这个7月份的时候 销售三万六千辆 我敢跟大家打包票 7月份的Model 3里面 三万六千辆里头 至少有两万五千辆 是在中国生产销售的 那你说这个Model Y 还有Model 3 它到底算不算是中国品牌呢 它算不算是中国的电动车呢 它其实也是中国的电动车 另外两款呢 就是大众汽车的 还有Model 4跟Model 3 这两款车呢 在中国也有生产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生产制造 所以你这样算算看的话 这个20款车里头 是不是有19款 都跟中国有绝对的关系 是不是 所以你怎么讲呢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欧盟执委会 那些什么秘书长 或者那些主席 或者那些官员 其实他们都不懂产业 也不懂经济 就懂得搞政治 搞选举 骗选票 都是搞这套把戏 他们讲出来的话 就跟狗在放屁一样 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 当做那么一回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人家表现出这个态度 就是对你在警告了 你这么样的强势 竞争力这么强 我已经注意到了 你小心 我哪天呢 对不对 会不会 反正你看着办就对了 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像华为的这个5G 手机出来以后 对不对 这个美国人就要开始 对华为 举国之力去围剿华为 你说荒不荒唐 美国一直强调 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 那对于一家外国企业 居然动用举国之力 进行围堵扼杀 简直难以想象 这是全世界 号称全球世界的警察 第一大国所干出来的事情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个早上我看 那个余老师讲的也是义愤填硬 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技术封锁 有的时候做的有点不太讲道理 我跟大家 因为我有很多美国朋友 我跟大家讲很明显 讲一个很清楚的例子 美国人一直认为全世界有好的东西 那都是人家从美国偷的 有好的起者 那一定是从美国偷的 有好的手机 那也是美国偷的 有任何好的技术 都是从美国偷的 因为除了美国人 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以外 理论上别人都做不出来 所以我大概会讲 外面跟人讲这个话 是不是太偏激 我跟大家讲 绝对不是太偏激 2020年那个华为手机 那个P40出来的时候 我就拿给我朋友看 我说你看这个手机多好 这个绝对比你们那个iPhone的手机 强太多了 不管是拍摄功能 或者拿起来那个衬手 或者使用的那个示疑性 对不对 美国的苹果绝对跟不上的 结果他直接就用一句话 把我怼回来了 他说那都是从美国偷的 中国哪有这种技术 什么都是从美国偷的 不管 所以这个美国政客 可以去忽悠老百姓 说中国对你怎样 中国什么盗版 中国干嘛 那标准都是他自己定的 他看你不顺眼 他就随时在你头上 安上一点莫须有的罪名 就要找你麻烦了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大家不要觉得 我再去公憨美国人 美国人就是这个德性 美国人就是这个德性 因为我是有跟美国人亲自打交道的经验 美国人说的一套 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你不要把美国的形象 停留在 现在中国人对美国的形象 大部分都是看美国电影的来的 也没有去过美国了 也没读过美国的书 也没了解过美国的历史 也没跟美国人接触 就看美国电影 就认为美国就是电影中的那个样子 那对日本的印象呢 就是看日本漫画 就是认为日本的社会 就是那个漫画 日本漫画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大错特错 我这样讲 我不晓得大家 这个可不可以理解 美国是双标 美国不是双标 美国是多标 好 冰点 你讲的 人我讲的太对了 不是 你们 我是很主张大家到国外去看看 用心的比较一下子 这个到国外去的时候 不要一天到晚之下 要跑迪士尼 去什么吃拉面 什么吃生鱼片 不要做这些事情 你多多了解人家的风土人情 这个老百姓的精神面貌 从社会很多细节部分 去了解这个国家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外民哥记得 以前我到日本去玩的时候 那同团的人 一大早就跑去 第一个先睡懒觉睡得很晚 第二个 起来以后 就到日本的什么商场 或者到日本的 比较特殊的一些地方 去旅游 我很少去干这个事情 我第一个喜欢到日本的 大街小巷去转 大早就跑到公园去慢跑 看看日本的空气品质怎么样 以前日本的空气品质很好 现在不行了 那看看老百姓生活的形态 是怎么样 整个老百姓在上班的过程中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状态 这点都非常重要 我宁可跑到日本 比如说东京 一定跑到东京市政府去看看 东京市政府一楼的那些游民 他们怎么过日子 那个才比较重要 你才可以真正了解日本的社会 日本人的习惯 这点希望大家能够到国外多看看 但是不要走马看法 多了解 多深入的理解 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趣一点 接下来 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 昨天 中国 招商轮船 下了一张订单 这个订单非常有意思 全球第一个VLCC 就是超级邮轮的订单 但这个邮轮跟一般邮轮不一样 它采用的燃料 叫做甲醇双燃料动力 什么叫做甲醇双燃料动力 一般来讲 现在的这个汽车轮船 用的内燃机 或者用蒸汽机 它是烧油的 这个有烧清油的 有烧重油的 有烧汽油的都有 那甲醇双燃料 它是以甲醇为主 但是甲醇不能够单独使用 它必须在里面添加一定比例的 其他燃料 比如说汽油 等等的 所以就变成呢 燃烧甲醇的时候 必须混上汽油 就变成双燃料 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呢 价格便宜 因为甲醇的价格 大概只有汽油价格的 大概四成 第二个呢 它的燃烧比较完全 能耗的效率比较高 第三个呢 污染少 达到这个灵炭 或者环保的要求比较高 但是呢 它相对的也有一些缺点 什么缺点呢 第一个甲醇有腐蚀器 你长期以来 这个油箱里面 或者内燃机燃料箱里头 都装着这个甲醇的话 那对于燃料箱抗腐蚀的品质要求要比较高 第二个呢 它没有汽油那么稳定 所以在行驶的过程中 要比较小心一点 因为它的燃点低嘛 你一不小心的话 砰那就爆炸了 所以它的安全系数非常非常的高 操作的技术也比较难 但是呢 随着你环保标准的不断的提高 现在全世界的大型船只呢 慢慢慢慢的都甲醇化了 万里哥替大家调了一张图 这个是2022年 应该是今年初啦 根据2022年之前的报告 在集装箱部分呢 已经有超过48%的新建直集装箱呢 都用甲醇双燃料动力 已经不是传统的汽油了 这个纯粹就是为了green 为了这个环保 为了 因为现在世界船舶协会已经 航运协会已经要求 在2050年之前要达到零碳的目标 所以大家都在换这个船嘛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船舶行业 这一两年来表现的这么耀眼 这个单子接不完的原因就是 大家加速这个太旧换新 换上这个新的动力系统 那甲醇呢 现在看起来是就航运轮船来讲 最适用的这个最适合 最经济效益最高的一种燃料 那昨天呢中国招商轮船底下的邮轮呢 这个船队呢下出了第一个 所谓的甲醇的VLCC订单 VLCC就是超大型邮轮 30万吨以上的邮轮 单烧造价1.08亿美金 这个所有的船船都慢慢假装化的过程中 邮轮是最慢的 因为邮轮的危险性高嘛 所以你如果有朋友 亲戚朋友是当这个海员 当船员的话你问他 我跟你讲 在邮轮上的待遇最高 因为他的危险性高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所以你说在这个邮轮上工作 都不能抽烟啊 不能够有把这个发生禁电的可能性 要降到零啊 所以工作的纪律要求标准特别的延 那所以他待遇就比较高嘛 所以对这种船只啊 虽然啊 他在造船的工艺上 看起来相对是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比较这个 比较比较出放型的 他不像这个邮轮 另外那个旅游的那个邮轮啊 加工的这个程度啊 精细度这么高 但是呢 他的动力系统方面要求啊 这个标准呢 比一般的船更高啊 所以第一艘 所谓超大型邮轮采用甲船的这个 这个订单呢 是由中国的大连造船长啊 这个来自于中国招商轮船的 这种采购啊 这一点啊 对全球的航运来讲啊 这个可以说是意义非常的这个重大啊 那接下来呢 万民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 支持我们平台啊 给我们加关注啊 如果觉得万民哥跟大家尬新闻呢 还有一点意思的话啊 能够随时啊 保持跟我们平台的互动啊 这个余老师一大早 就跟大家这个抱怨啊 这个平台上啊 跟我们这个做了很多限流的 这些限制啊 这个都影响到我们这个平台的推广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更需要大家啊 加关注啊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 动动你的这个 幸运的金手指啊 帮我们转化给亲戚朋友 那加了关注以后呢 可以进一步的啊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 因为你点这个关注以后 绿的就变成 黄色的方形的这个标志 你再点开的话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粉丝团啊 同样的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 核性鼓勒会的公众号啊 也就是在这个 天津核性分工 核性天津分工 是这个地方的 点一下 加入我们的公众号 公众号里面 会提供大家更多的这个服务啊 这个大家可以到里面啊 去发掘你所想要的服务 那另外一点呢 可以跟我们课程助理啊 去联系 有任何问题 要跟老师请教的 要希望我们平台改善的啊 都可以跟他们反映 那我们必须强调啊 你加入我们的关注 或者参加我们的粉丝团 跟我们互动啊 我们的基本原则是 不打扰 不推销 所有这个 有关付费方面的服务啊 都采取自愿性的 我们不会去打骚扰电话 让你们买那个买这个啊 这个 万民哥觉得是违背 经营善良行业 这个风气 这个不好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绝对不做这个事情啊 我们一定会坚持啊 这个维持行业这个优良的风气啊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大家可以在这边呢 畅所欲缘啊 这个拿到你想要的 或者得到你所需要的服务啊 或者呢 这个跟你们所喜欢的老师呢 接触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最高的心愿啊 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大家才能够啊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投资的专业知识啊 达到财富自由的这个目标啊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条新闻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两天美国最重要的新闻是什么呢 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就是 三大汽车厂的工人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即将要发动这个罢工 万民哥上节目之前 替大家这个 特别关心这个新闻 汽车联合会三大汽车厂 在比特律的工会 已经正式宣布开始罢工 开始罢工 参加人数16万人 这个人数代表什么意义呢 我们看这张图啊 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啊 美国历年来罢工人数 这个16万人加入以后呢 美国现在的罢工人数呢 会接近50万人 打破了198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代表一种 所谓的通膨后遗症 通货膨胀后遗症 大家知道美国历史上 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 大概就是1980年代初期 那个时候通货膨胀率呢 都超过10%以上 这个通货膨胀的结果呢 就会让工薪阶级的购买力下降 那他们呢就会像什么 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 所以通货膨胀 接下来呢 的后遗症 就是出现大规模的劳工运动 要求加薪 然后展开各种罢工 美国现在大概就处于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汽车联合会 三大车厂的工人 就是通用福特 这个史特兰提斯克 三家公司 工人提出要求是加薪 46% 那他们的理由是 他们的CEO 过去四年来 都加薪了40%以上 所以他们也要加薪 40%以上 那汽车厂老板呢 只愿意加薪15% 那听说呢 现在呢 这个通用呢 已经愿意把它提高到17% 这个结果呢 甚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呢 昨天都亲自接见了 汽车工人联合会的 理事长肖恩 希望他不要要求的太过分 但是没有被工人们所接受 所以呢 在万民哥上节目之前的 40分钟之前 已经宣布展开罢工了 会罢多久不知道 会罢多久不知道 目前呢 这个工人 这个提出来 是先罢六工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看这个公司 愿不愿意 这个进一步的提高工人的待遇 否则 这个绝对不善罢甘休 其实啊 这些工人啊 也不是善查啦 因为他都知道 美国明年要大选了啦 这个时候呢 这个总统呢 不敢 这个在立场上 太过于这个偏袒 这个企业 所以跟企业要求加薪的时候呢 会相对的处于 比较有利的位置 那这个接下来 会有什么发展呢 会不会蔓延到 其他的汽车厂 我们这个会替大家继续关注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见 拜拜